纵横大历史 带您探究历史真相 理解历史 现在与未来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 我是主持人孙成 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啊 我们是谈到 在1966年的8到9月之间 北京是先后兴起了被称为 红一司 红二司 还有红三司的三个红卫兵司令部 其中呢 红一司他有强烈的干部子弟 老红卫兵色彩 红二司呢 是个干部子弟红卫兵色彩 更为强烈的组织 红三司 则是个立场相当明确的造反派组织 那么在1966年的9月6号 红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 在会上啊 清华大学学生 卫大副率领众人宣读了红三司的誓词 其中是充斥着造反这个词 除此之外呢 红三司也发布了一篇明确表达他的政治立场的宣言 把造反放在了他们眼中文革运动的核心 把主要的矛头对准了中共的干部们 很快呢 红三司的这个行为 就引来了干部子弟红卫兵的猛烈攻击 在1966年的9月7号 也就是凯大副率领众人宣誓之后的一天 清华大学的学生陆锦明 孙童云 还有蔡师山 三个人就发布了一篇 针锋相对的大字报 名字叫做 凭第三司令部宣言 表示红三司的宣言啊 严重违反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所谓文革宪法16条 说这不是简单的疏忽 而是红三司某些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 大字报中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 红三司的宣言说 目前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 其实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是关系到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要不要革命 要不要造反的大问题 对这场斗争不能有丝毫的调和折衷 要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如果宣言所指的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 是指各红卫兵组织在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的意见分歧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提到这么高度 应当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 是要造反的 我们认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是这场革命的主人 文化革命小组 文化革命委员会 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红卫兵只是青少年武装组织 那种把红卫兵组织作为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以取代各级文革的想法和做法 更是违背十六条的 那么如同上一讲所述 红三思的宣言中 他还这么说道 他说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 就不可避免的会有阻力 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哪些混进党内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 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 顽强的 那么对于红三思宣言的这个说法呢 这篇反对红三思宣言的大字报说道 联系这下文呢 我们就不难看出 宣言是有所指的 这一段是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 宣言中所说的阻力 无非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 是指的人民内部矛盾 宣言的这种说法是违背十六条的 那么从这段博论呢 是不难看出啊 他反对红三思将主要攻击目标 定为中共干部的观点 认为那些干部们和红卫兵之间的关系 不是敌我矛盾 而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 那么一篇火药卫更为浓烈的博论呢 则是由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 斗批改兵团的红卫兵战斗队发出的 这个斗批改兵团呢 是造反派的对立面 属于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们所在的保皇派阵营啊 那么这篇博论名为第三司令部向何处去 其中是非常尖锐的 发出了好像连珠炮一样的质问 他说呢 第三司令部的同志们 你们说斗争 你们要和谁斗争 你们说造反 你们要造谁的反 这篇博论呢 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 北京地质学院本校的造反派组织 地院东方红公社 他杀气腾腾的说道啊 你们要造反 我们是坚决支持的 但是我们坚决反对 东方红公社中 那些黑无类的狗崽子们的造反 他们不去造他们老子的反 却口口声声的要造 还没有充分根据能说明 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把持的地质部的反 对敌要狠 对急要和 对待自己的同志 不论有什么分歧 只要我们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共同基础上 还是在十六条的共同基础上 就要团结 就要批评 绝不是你们所说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同志们 敌人磨刀祸祸 要杀我们的头 大敌当前 我们怎么能不团结呢 我们呼吁第三司令部的革命同学 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和我们一起战斗 那么如上一讲所述呢 红三司的宣言中曾经提到 我们红卫兵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首先是有成分论 其次是不为成分论 而重在政治表现 我们坚决依靠革命左派 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 团结一切 愿以革命的同志 共同战斗 那么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 红三司依然支持着毛氏种新社会 但与强调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这种血统论的干部子弟老红卫兵 还是有所不同的 提出了不为成分论 愿意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 吸收一切他们的同道 而在这篇地院红卫兵提出的伯论当中呢 则表示造反派红卫兵中 出自毛时代政治建民家庭的人 应当首先造自己家长的反 而且把这些出身当时政治建民的红卫兵 灭成为狗崽子 显示了非常鲜明的 老红卫兵式语言风格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 纵横大历史栏目的回顾文革 我是主持人孙成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过呢 在这里仍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红三思的所谓不为成分论 它绝不意味着完全不讲毛氏的重心 尽管造反派红卫兵中 有一定数量的非红五类子弟 而且其中 非红五类子弟所占的比例 要远比保皇派中 非红五类要多 但是在种种的政治宣传里呢 造反派红卫兵 也会以红五类的政治代言人自居 而且呢 会把与他们对立的干部子弟保皇派 打成真正迫害红五类的人 比如说红三思的刊物首都红卫兵 在1966年9月30号 刊登了一篇北京外国语学院 红旗战斗大队发布的文章 介绍了该校工作队是怎么整群众的 那么根据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数据 在文革初期 工作队在该校 以帮助批判的名义 大搞政治迫害 遭到迫害的人 共计892人 这篇文章呢 对这892人 根据家庭出身 进行了分类 指出其中有 红五类602人 所谓剥削阶级37人 其他253人 此外 这篇文章还对这892人 根据政治面貌 进行了分类 指出其中有党团员 742人 包括中共党员36人 和共青团员707人 以及群众149人 当时首都红卫兵上 出现了一些介绍各校工作组 政治迫害情况的文章 其中呢 有很多篇都存在着类似的统计 指出工作组迫害了大量的 红五类 还有中共党员 还有这个共青团员 那么曾经担任过 红三思宣传部负责人 和首都红卫兵主编的聂数人 在他的文革史著作 三思与首都红卫兵 北京地牌二把手的回忆 这么一本书中呢 曾经对上述现象 有过这样一段评论 他表示呢 尽管这些文章啊 是各校的造反派们独立写的 但是他们却都不约而同的 统计出了挨整的党团员的人数 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他要表达的一个信息是 代表共产党的工作队 连自己人都不相信 还能相信这些党外人士吗 连自己人都可以放开手脚去整 对其他人啊 就更不会客气了 聂数人的书里还说呢 这些文章之所以按照 所谓的家庭出身 对被迫害者们进行了分类 这是因为呢 在当时啊 成分论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标准 是共产党的这个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基础 因此呢 无论是什么人 要想不招惹政治麻烦 在这个问题上 都只能顺着流行的口径说话 就好像对待过街老鼠那样 对待啊 毛时代的政治建民 黑五类们 而显示出呢 一种革命了 那么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 所以呢 就只许他们 规规矩矩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那么这就说明 文革运动 初期起来造反的 绝大多数呢 都是红五类出身的学生 黑五类或者马五类参加造反的学生 很少 其实呢 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宝灶两派啊 红卫兵尽管是势不两立 但仍然呢 是有相当多的共性的 按照马列毛主义者经常引用的马克思语录啊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上述这些口水横飞的辩论呢 只是双方的文斗而已 随着红三丝的成立 双方的武斗很快就开始了 1966年9月23号 在北京地质学院 宝皇的豆皮改兵团和造反的东方红公社展开了武力冲突 这也是北京高校中的第一次宝灶两派武斗 那么在这一天呢 地院东方红查封了学校的文革办公室 拿下了广播站 学院文革办公室随即呢 就指使由豆皮改兵团 以及工人吃卫队所组成的宝派力量反攻 双方展开了持续一天的武斗 地院东方红方面有多达170个人受伤 在这之后呢 两派的武斗是愈演愈烈的 到了1966年的10月还有11月期间 老红卫兵们对红三思进行了多次打杂 红卫兵宝灶两派之间的矛盾啊 变得是更加不可调和了 对于这些打杂事件的详细情况 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 在这一讲当中无法详谈 在下一讲中 我们会谈到更多的火爆场面 那么讲到这里啊 我们是已经勾勒出了 造反派红卫兵崛起之后 被保皇派老红卫兵反对的情况 以及双方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立场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在今天观察这两派的立场的时候 需要避免两个倾向 一个倾向呢 是一种常见的说法 就是认为当时的人呢 都是失去了理智的疯子 人们疯狂的进行着毫无意义的厮杀 如同无知的大军在黑暗中不停的战斗 这个叙事当然它不是事实 因为实际上呢 保造两派红卫兵的斗争背后啊 它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冲突原因的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绝对不能矫枉过正 把造反派红卫兵 就说成是一种纯粹的抗暴大军 或者把他们等同于要求自由民主的抗争者 因为他们的动机呢 仍然是维护共产党的体制 而且希望执行毛泽东 在文革中的所谓战略部署 那么对中共政治体制 有更加深刻的看法 有更强烈的反抗意味的团体呢 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浮出水面 那么感谢大家 这周就讲到这里 从下周开始呢 我们将会讲述更为暴烈的 红卫兵武斗的情况 我们下周开始